公元1643年 大清帝国的第二任皇帝 爱新觉罗黄太极驾崩了 这位皇帝可以说是个文武全才 对内改革后金体制 推进汉华制度 发展国立民生 对外全打松山 脚踢锦州 连破山东八十余城 很巧 是真的很巧 按作者的话来说呢 虽然黄太极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比较尴尬 前有父亲段哈士开疆拓土 奠定王朝之伟业 后远儿子顺志入主荣源 开大清盛世之局 但我们同样不能忽略黄太极的存在 这是一位伟大的帝王 他的所作所为 和中国历史上那些传奇皇帝 譬如刘邦 刘秀 朱元丈之流 都不荒作 但很不幸 今天故事的主角并不是他 这位历经屠治的皇帝 死于崇德八年 离历代后金先祖的梦想 灭亡明朝 入主中原 做主人 只差一步 带着魏京的梦想 带着即将完成的壮志 黄太极龙玉上宾 先皇公玉十一子 按规矩 当有长子豪格几位 但黄太极的弟弟多尔滚 标而不符 中原政权 例如大明 在继承制度上讲究 有敌力敌 无敌力长 按这种制度来说 豪格几位是没问题的 但多尔滚认为 大清是女真人建立的政权 何必处处效仿汉制 既然不必效仿汉制 那么皇位就应该是能够居治 纵观大清皇室 谁最有能力 首居一指的 当然是常年跟随黄太极 指挥作战的多尔滚 这么一来呢 豪格和多尔滚之间 就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俩人都想当皇帝 并且俩人都寸步不让 但俩人僵持日久 谁也没能让谁 当上这个皇帝 大清此时作用辽东大帝 火势日渐繁忙 满朝文武全指着新皇帝登基 带着大家再创佳祭 再攀高峰 所以皇位也不能这么一直空着 反正我当不了皇帝 也不能让你好受的心态 僵持不下的豪格和多尔滚 最终各自让步 咱俩谁也别当皇帝了 咱们在新皇的子嗣里 选一个合适的当皇帝 咱俩当辅政大臣 一起服务了他不就完事了 俩人选来选去 最后选到了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 爱心觉罗 弗林的身上 按说皇太极子嗣众多 有会打仗的 有懂谋略的 还有文化水平高的 不管怎么选 都选不到弗林的身上 但多尔滚和豪格 却毫无例外的都选择了他 这背后当然有发人深省的原因 喜欢岁数大的当皇帝 自己不好控制 弗林年仅六岁 只不过是个小屁孩 主少国仪 俩人当辅政大臣 那还不跟当二皇上是一样的吗 反正当皇帝也是为了过瘾 当辅政大臣一样能过瘾 既然如此 何乐而不为 于是弗林被选中了 崇德三年 公元1638年 弗林登基95 次年改元顺治 皇帝六岁登基 正是主少国仪的时候 但弗林统治 却和那些年幼登基的傀儡皇帝们 截然不同 他是个很有主见的小朋友 登基大典前夕 弗林要到赌宫殿 祭拜先祖 工人们抬出一顶教练来 请弗林乘坐 他的如母觉得弗林年幼 自己一个人坐车 可能不太安全 所以提出想要和弗林一起乘车 跟着弗林一起去 没想到被弗林一口回绝 弗林说了这么一句话 此非如所遗成 弗林明白 脸是天子专属的作家 只有自己才被乘坐这顶教练 我坐可以 你想坐 自己打车 年幼的弗林在这一刻 展示出了他不可冒犯的帝王尊严 但随着年龄长大 顺治皇帝突然发现 自己虽然贵为天子 但总是有两个人 有事没事去挑战自己的权威 这两个人就是豪哥和多尔滚 多尔滚常年在外征战 不怎么回圣经 但豪哥同志 常年在朝党上 把执朝政大权 勾结党与夯瀉一气 时不时就给顺治脸色看 正让顺治皇帝非常恼火 按辈分 你是我哥 我应该尊重你 可是按礼仪刚长 我是天子 你是臣子 你应该对我扶手贴耳 毕恭毕敬 你是辅佐我登基不佳 但你不能登鼻子上脸 看看这把你狂的 眼看你就要起我头顶上来了 向来要强号胜的顺治 当然不能忍 恰在此时 有大臣向皇帝 递上了一道折子 内容就是告发豪哥 弑君被主 想要谋逆 豪哥同志当然不可能谋反 因为他早就位积人臣 跟当皇帝没什么两样 就算他要谋反 他率先要对付的人 也应该是他的老对手 杜尔滚 所以这上折子的大臣 必然是顺治安排的 这一招直接把豪哥给阴了 顺治阳庄暴怒 借着谋反的名头 直接把豪哥一录到底 贬为庶民 时间转眼来到公元1644年3月 按清朝纪年 是顺治元年 按明朝纪年 是崇祯17年 这一年 意大利科学家托里差利 用实验测定了大气压的预值 准个儿韩国未来的大韩 戈尔丹刚刚出生 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英国国会军队和国王会议军 在马其顿爆发了大规模战役 这是风云变换的意见 而在这一年 农民齐军首领李自成攻破北京城 大明的成人皇帝上吊自义 绵延276年的大明王朝 宣告灭亡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京师陷落 顺治在关外也做不住了 世代先祖苦心苦止的跟明朝干仗 好不容易把大明打趴下来 这个阳若不能让李自成白眼 想要策马中原 跟李自成较量较量 就必须从辽东进入中原 从辽东哪嘎的进入中原呢 首选当然是山海关 巧的是 此时大明在山海关的首将 吴三桂 是个老奸巨华的利己主义者 一看大明要完蛋了 果断倒戈投降了清朝 吴三桂大开城门 清军顺山海关可就跑进来了 绝代战将努尔哈赤 智谋无双黄太极他们穷尽一生的愿望 终于在顺治这一带得以实现 长驱之后的清军很快击溃了李自成的队伍 李哥一时不敌 匆忙败退 北京城再次一主 顺治入主北京城 立刻又搞了个登基大典 并且宣布 自定顶燕京 以随中国 江山带有王朝初 现在轮到我们大清当家做主了 北京城是拿下来了 但全国各地仍有不少动乱势力 老猪家虽然丢了江山 放弃北京 却在南方成立了南明小朝廷 和清朝继续对抗 各地农民齐军 如李自成 张献忠之流 虽然对明王朝后期的浮游统治 有着深深的仇恨 但也不愿意大好江山落到满清的手里 所以继续在各地流窜 富与顽抗 这么一看的话 顺治初登大宝 淋浴北京 面临的是一个极度动荡不安的社会 但幸好 朝堂之内 皇太极的妻子 孝庄太后辅佐顺治 把大清政坛治理得井井有条 朝野之外 多尔滚作战勇猛 四处凭乱 替皇帝一步一步打下了大好江山 对清朝来说 这是好事 家里有贤后当家 出门有忠臣保国 但对皇帝本人来说 日子过得并不好 朝政大事 世事有孝庄太后做主 自己根本掺和不上 对外军事 多尔滚未封摄政王 全权处理 自己更是一点发言权也没有 没有主权 说话不算说的皇帝 那就是傀儡皇帝 访天更有谣传 说自己的母亲孝庄太后和叔父多尔滚 关系亲密 很可能有意的 皇帝很崩溃 但他没办法 年纪尚小不能亲政 说话也不算数 只能忍着 忍忍吧 毕竟他还年轻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顺治七年 公元1650年 向来前刚独断的多尔滚 并逝塞外领了便当 皇帝终于得以亲政 这一年他14岁 皇帝这段时期的作为和政绩 咱们咱姐不说 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叫做董厄飞的女人 他是皇帝最宠爱的贫辈 却因为天生体弱 和顺治皇帝相处了几年 就相消欲 我们的顺治同志是个痴情种 董厄飞的死对他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 他是饭也吃不下了 睡觉也不香了 睁眼闭眼 全是董厄飞的家人欠影 但大清刚刚立国 中原百废待兴 皇帝只好压下伤痛 把无尽的悲伤化为工作的动力 一封一封的奏折被他处理 一件一件的国事被他解决 他为大清帝国未来的繁荣昌盛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突然有一天 顺治皇帝做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决定 具体是哪一天呢 年代久远已经不可考证 但皇帝做出的这个决定 却是爆炸性的 他决定主动放弃皇位 出家为僧 要知道 上一个主动让出皇位的君王 还是燕国时期的燕国君主燕快 而这一让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 称王称霸很容易 问鼎九五也不太难 历经图治 改革奋进 一展宏图大志 更是诸多优秀帝王的共有品质 中华历史五千年 一共诞生了将近四百多位皇帝 混到中等以上的能有半数 当皇帝不稀奇 当好皇帝更不稀奇 但当一个懂得放弃的皇帝 确实难上加难 也许是日复一日的操劳 让顺治皇帝产生了 对皇位的厌烦之心 也许是红颜嘉丽 董厄飞的粗然离世 深深地打击了这位痴情的帝王 也许是他早年间 祖信佛教 潜移默化的 受到了这种东方哲学的影响 也许有很多可能 但皇帝的忠心思想很明确 皇帝谁爱干谁干 我是不干了 顺治要撂挑子 那些看着顺治长大 对大清朝 对皇帝忠心耕耿的大臣们 也不干了 我们来看一段 出自电视剧《康熙王朝》的台词 顺治要辞职出家 大臣们震惊异常 皇帝勤勉 能干贤德 妥妥的明君气象 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这帮大臣拼死利剑 在顺治皇帝的寝宫外 开国政臣索尼 说了这么一段话 福林 福林 爱心觉罗福林 你是爱心觉罗的子孙 大清的开国之君 福林 以六岁登基 少年亲政 刀匹玉座 千里亲征 剿灭前民叛军 光照列祖列龙 这一段话说的质地有声 悲凉而又决绝 扮演索尼大臣的朱义丹老师 可以说是把清朝大臣们当时的心情 演绎得淋漓尽致 面对这样一个明君 大臣们死活不同意他善位 这一段虽然是电视剧演绎 但却是顺治皇帝一生的写照 他从危机四伏的皇权争夺中脱颖而出 六岁就成了天下至尊 文治武功 入主中原之后 为了坐稳皇位 在刀光剑影中成长 在鬼绝金谋中长大 平定农民齐军叛乱 剿灭南明残余政权 他将一个动乱般的新生王朝 一步一步带入正规 而现在他却要放弃这一切 他的举动让我想起一首歌 尽管这首歌和封建王朝的历史 似乎毫不相干 但纵观顺治一生的经历 我脑海里第一时间闪现的 就是这两句歌词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当然就算不用我来总结顺治一生 他也曾亲自留下一首千古绝句 赞声记来诉说自己的内心 我本西方一大子 缘何落在帝王家 这不是虚构 不是小说美化 而是顺治皇帝的亲笔作 也许 顺治皇帝在十八年的风风雨雨中 早已看破权力和红尘 什么帝王将相千秋霸夜 对他来说早已不重要了 王朝周而复始 时光昼夜轮转 顺治已经彻底超脱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 入夜 北京城里喜气洋洋 千家万户灯火通明 鞭炮声此起彼伏 人们都在庆祝新年的到来 一心皈依佛门的顺治皇帝 屡屡受到大臣们的阻拦 闷闷不乐 外出交友 居然染上了天花 回京后不久就驾崩了 皇帝的遗诏里 除了立皇三子玄 叶为太子 登基地位外 还罗列了自己的十四条罪过 诸如不遵从祖制 过分汉化 重用汉官 纵容臣子等内容 这几乎是把自己一生中 最为光彩的作为 全盘否定了 就像他在自己的诗里写了那样 十八年来不自由 南征北战几十球 镇金撒手归山去 管你万代于千球 是的 无往今来 皇帝有很多 但像顺治这样的皇帝 只有一个 好了 我是历史其实挺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